新闻的热点 财经的试点 这里是中国财经报道 今天是2019年10月16号 现在是下午5点 我是贾志宏 一起来看这一时段的财经要闻 作为中国规模最大 商品种类最全的 综合性国际贸易盛会 每年春秋两季举办的广交会 被看作是中国外贸的 情侣表和风向标 在国内产业转型升级的背景下 今年广交会在出口产品结构上 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刘党党是一家家电企业 中东非洲区的负责人 来参加广交会 已经是第16个年代 他告诉记者 刚开始来广交会的时候 整个出口产品 还是以低端产品为主 而现在他们的产品 也由最早的CRT电视到LCD电视 演变成如今的OLED电视 在他看来 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 由低附加值的农产品 和初级产品为主 向高附加值和工业制成品为主转变 高端化 智能化 品牌化 和定制化产品成为主流 国外市场现在经过我们这几年努力 我们也是十年翻了十倍 所以现在国外市场 对创为电视业务来讲 基本上跟国内占比 已经达到了40%多 数据显示 广交会自创办以来 累计出口成交约 13834亿美元 今年来每届广交会的出口成交额 大约保持在300亿美元 本届广交会的境内参展企业中 国有企业1268家 占5.07% 民营企业21393家 占85.57% 与上届相比 民营企业占比提升1.26个百分点 据调言 超过20%的参展企业 在广交会上的成交 占当年出口额的50%以上 外贸总额从进国支出的11亿美元 增至2018年的4.600亿美元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货贸易国 贸易结构不断优化 机电产品 高新技术产品 成为出口主体 民营企业 成为多样贸易的主力军 今天下午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2019年1至9月 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累计实现投资 5551.1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3.8% 9月当月 对外直接投资620.1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14.2% 我国对外投资合作 保持健康稳定发展 具体来看 1到9月 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的 56个国家有新增投资 合计100.4亿美元 占同期总额的12.4% 我国对外投资结构持续优化 非理性投资得到有效遏制 1到9月 对外投资主要流向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制造业 批发和零售业等领域 占比分别为33% 17.5% 10.5% 另外 我国跨境并购健康发展 1到9月 我国企业共实施完成跨境并购项目247起 分布在芬兰 德国等50个国家和地区 涉及制造业 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 16个行业大类 实际交易总额281.1亿美元 其中直接投资138亿美元 外界环境实际上并不是并不很理想 不确定性不稳定因素 还是在不断增加 尤其在一些地方的地缘政治问题 地缘冲突比较加剧 这种情况下 我们的企业能够在外边保持一定的增长 保持一定的规模 我觉得这个成绩是难得可贵的 中央气象台预计 今明两天 我国西南西北 以及华北等地多阴雨天气 其中西南部分地区雨势较强 需要警惕此生灾害 气温方面 未来三天受新一轮的冷空气的影响 新疆将会有大风降温和雨雪 中央气象台预计 今明两天 我国西南地区西北地区东部 以及华北等地多阴雨天气 其中四川盆地南部 重庆 贵州 云南 广西西部等地 部分地区雨势较强 有中道大雨 局地暴雨 青藏高原等地部分地区 有雨加雪或小道中雪 局地大雪 在阴雨天气影响下 华北一带气温有所回落 但持续时间不长 预计从后天开始 气温又会回升 到本周末 最高气温有望升至20度左右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 从明天开始 又将有一股较强冷空气来袭 预计未来三天 主要影响新疆 带来雨雪和大风降温 新疆北部气温将下降6到10度 并伴有5到6级西北风 阵风7到8级 北疆 东疆风口风力将有10级 30里百里风须阵风可达11级 此外 阿勒泰 塔城 伊犁河谷等地的部分地区 将由中道大雨或雨加雪 高山地区有大道暴雪 提醒当地居民注意防风保暖 同时防范雨雪天气 对交通以及畜牧业等的不利影响 虽然冷空气来袭 但是并不影响收获 今秋10月 我国棉花主产区新疆各大棉田 进入大面积采摘期 记者了解到 新疆棉花积彩率称逐年增长趋势 2018年棉花积彩率达38% 今年预计将会突破40% 数据显示 近年来新疆棉花耕种收 综合机械化水平快速提升 机器取代人工的进程逐步加快 目前昌吉回族自治州 塔城地区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 等北疆棉花产区的棉花积彩率 都已经超过90% 西藏自治区旅发厅消息 从昨天开始 第三轮东游西藏市场 促进优惠政策实施 作为优惠政策之一 昨天起到明年的3月15号 布达拉宫实行当天预约免费参观 为期5个月 同时除部分寺庙景区之外 西藏国有3A级以及以上的景区 也将实行免费游览 此外 昨天起到明年的3月15号期间 西藏将在旅游景区旅行社 旅游运输企业 星级酒店 航空公司 游客组团等方面 实施市场促进优惠政策 推动西藏旅游发展 在上海迪士尼游玩 如果购买了凿响卡 可以提早一个小时入园 迪士尼酒店的住店游客 也可以凭房卡享受类似的优惠 这就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 动起了歪脑筋 日前上海警方就破获了一起 利用假房卡冒充凿响卡的案件 10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依法刑拘 事发当天 在迪士尼乐园二次住园入口 巡逻民警发现 聚集的游客比以往多了几倍 十分反常 当天乐园的住客的班车的话 是六点半左右才能到 那当我们六点钟 在广场上巡逻的时候 发现已经有大批的游客 在现场上聚集 民警上前询问 游客们表示 自己在网上购买了迪士尼早想卡 对 就这样 然后总共用了五百三十六四个 依据规定 正规的迪士尼早想卡 需与门票配套使用 从正门检票入园 在二次入园入口 住店游客可出示酒店房卡 同时出示门票入园 民警发现 这些游客购买的所谓早想卡 其实是假冒的酒店房卡 你们凭这些卡 是从这里进不了园的 现在 因为这些卡是有问题的 警方调取监控 发现了当天早些时候 向游客发放假房卡的嫌疑人 警方随后顺藤摸瓜 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张某 张某对制售迪士尼酒店 假房卡的行为 供认不讳 你入住迪士尼酒店 或者玩具酒店打上日期以后 他看一下日期以后 他不就是可以进去吗 有专门的制卡人员 然后也有网上的这种 专门的销售人员 也有现场的发卡人员 所以整个链条上来说 应当是比较完整的 目前该团伙10名犯罪嫌疑人 全部被依法刑拘 其中5人已被检查机关 以诈骗罪实施批捕 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中 由于美国等国拖欠会费 联合国财政状况日益恶化 为了度过这次的财政危机 目前联合国已经开始实施 严厉的截支措施 可以说是勒紧腰带过日子 大家看这里是联合国 办公大楼的扶梯 平时我们进进出出 多半乘坐这个扶梯 但是现在这个扶梯 已经停止运营了 目的就是为了节省开支 而这一切都源自 以美国为主的多个国家 拖欠会费 除了自动扶梯停运之外 纽约联合国总部大院里的 喷泉已经关闭 联合国大楼内 几个咖啡厅和休息厅 必须在下午5时后关闭 以节省用电和空调使用开支 根据联合国网站公布信息 截至目前 有131个会员国 以全额缴纳会费 另有62个会员国 仍然没有履行 会员国缴纳会费的义务 其中美国是主要的 拖欠会费国家 包括历年会费未付清部分 美国累计欠款总额 高达10.55亿美元 约合人民币75亿元 联合国会费是联合国主要的经费来源 用于支付维持联合国机构 正常运转所需要的开支 每两年一次的预算制定会议上 会费委员会会根据各成员国的人口 以及支付能力等因素 确定缴纳比例 中国作为第二大会费缴纳国 已于今年上半年 足额缴纳了2019年的预算会费 和各项贪款 用实际行动坚定支持联合国事业 和多边主义 巴西环境和可再生资源研究所 当地时间15号发布的报告显示 该国东北部原油污染地点 进一步扩大到了167个 但是依然不能确定污染物的来源 我手上拿的是巴西政府发布的 原油污染范围的示意图 从图上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 此次受影响的共有9个州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在最下方的 我所指出来的这片区域 巴伊亚州 我身后这片海滩 正是巴伊亚州首府 萨尔瓦多的一处海滩 在这里我们现在还能轻易地捡到 像这样的小块的污染物 闻起来有很浓的汽油味道 目前清理人员已经收集约200吨油污 但污染物来源和持续时间仍无定论 海滩是居民休闲娱乐的场所 现在人们根本无法享受曾经的快乐 我现在在这里 我现在在旅行 我来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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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专家表示 此次污染是巴西沿海遭遇的 最为严重的环境灾难之一 特别是当地的红树林受到破坏 严重威胁当地生态环境 外交部亚太局局长金丁汉将在首尔与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局局长龙齐成述举行工作对话 讨论双方关切的议题 此外 韩国总理李洛游将于22号赴日出席日本天皇德仁的即位庆典 韩林社称如果韩日外交高官能够在这次工作对话当中找到化解矛盾的头绪 将为李洛游访日做利好的铺垫 近来围绕二战劳工赔偿 火控雷达照射 贸易摩擦 以及韩国不续签 韩日军情协定等事宜 韩日对立加深